都说不求天长地久 只求曾经拥有 但在娱乐圈中 曾经在一起过的明星们 却很难再握手言和 出现在同一画面中 这也不难理解 毕竟作为明星 他们的身份和工作的性质比较特殊 一举一动都会成为焦点话题 曾经在一起过的前任 也会成为自己的相关话题 久久不能抹去 而江洪杰和福原爱 作为大众所熟知的一对体坛夫妻 虽然离婚已久 仍然话题不断 江洪杰是台湾的乒乓球选手 曾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 获得过乒乓球胆打的冠军 还在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 获得团体赛的季军 而福原爱作为日本的知名乒乓球选手 也夺去争战奥运会 两人因为都是乒乓球选手 只取相投而相知相爱 2017年江洪杰便和福原爱结婚了 并在婚后育有两个孩子 一开始两样的感情相当的不错 还多次合体上综艺节目大秀恩爱 每天要亲吻多次 十分令人羡慕 不过在美好的爱情 也是需要精心呵护的 这对在结婚时 被大家称之为田作之和的金童玉女 最终还是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 自然婚后 福原爱定居在了台湾 不过生活还是一地鸡毛 江洪杰的父母对他有很多的苛责 还是认为他是会下蛋的金母鸡 一边让他为家庭提供经济收入 一边又认为他不能过于抛头露面 这样的做法严重伤害了福原爱的心 而在这个过程中 江洪杰本身并没有给他过多的帮助和支持 久而久之 福原爱对这个家庭越来越失望 夫妻两人的关系也变得紧张了起来 不仅如此 还有网友发现男方的收入比女方少太多 一个是百万级别的 一个是二三十万 相差了三二七倍 这样收入不对等的情况 也给二人的日后感情破裂埋下了种子 今年二月就有网友发现 江洪杰和福原爱的互动便少了很多 一望两人腻歪的作风不相符 甚至江洪杰重不摘下的婚戒也没了踪影 于是关于他们婚变的消息 便开始传得轰轰烈烈 之后更有媒体拍到福原爱独自回到日本 甚至还单独和其他男生约会的照片 这一害网友们彻底坐不住了 本来一开始双方还遮得炎炎实实的 表示感情很好 但没有过多久 两人便开始彻底撕开了遮羞布 四月的时候江洪杰就已经向法院提起离婚 孩子的抚养权展战也正式开始 甚至还差点对博公堂 双方都想争对孩子的抚养权 不过最后还是和平解决了 七月两人宣布正式离婚 孩子由双方共同监护 一双儿女一直都在父亲身边 不过福原爱也是具有探视权的 关于他们离婚的原因猜测颇多 各有说法 这段婚姻从最开始就是不被看好的 更多人觉得男方配不上福原爱 不仅事业上福原爱比江洪杰成功 而且生活上江洪杰也需要福原爱事事照顾 是典型的软饭男 离婚之后 福原爱回归日本 开始重新发展自己的事业 不仅限制于今年的东京奥运会 还被青森大学聘请为客座的副教授 而且他在离婚之后 似乎也找到了新欢 对于这个消息 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于是媒体便采访了江洪杰 对此江洪杰表示 自己并不知道福原爱最近的新情况 可见两人的联系也是不多了 都集中在孩子的身上 但福原爱在婚变和离婚近一年的时间里 都没有前往台湾看望自己的孩子 他并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 是一位不合格的妈妈 虽然媒体有几次都声称 福原爱回到台湾去看望了孩子 但最终都是被江洪杰本人一一否认 并表示福原爱自从离婚后 便没有再回到台湾 但他也替福原爱解释 是因为现在的疫情严重 导致他从日本来台湾非常的不方便 由于福原爱离婚后一直停留在日本 没有回过台湾 所以他们的孩子有江洪杰抚养 女方可能需要支付几千万的台币抚养费 而且包括她的财产 也会隔让一部分给江洪杰 不能贴身陪伴 只能物质上补贴孩子 对此江洪杰补充表示 福原爱会和孩子们经常视频通话 以此来减薪妈妈和孩子之间的思念之情 而他也说自己不会回避 会入境与福原爱面对面视频 如今他自己已经抚养两个孩子 虽然很辛苦 但他从来不会抱怨 也不觉得自己是在替谁养孩子 父母两人的职责不用分的这么亲 爸爸也可以照顾孩子 然后他也在节目中首次谈及 自己与福原爱离婚的事情 透露自己刚开始的时候的确难以接受 情绪非常的崩溃 不知道未来应该如何走下去 但是想到自己是孩子的父亲 所以还是不得不向前走 最后多亏了朋友的劝导 他再重新整理好自己的心情 不过如今的状态已经调整好 所以心情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生活也变得顺利了许多 在离婚之后 他的事业迎来了很大的转机 开始频繁参加综艺节目 似乎有进军娱乐圈的想法 还趁机在平台直播圈粉无数 人气大涨 更有进十家厂子 想中了他的高音器 纷纷对他提出活动邀约 因为作为一个单亲爸爸 江洪杰非常有责任心 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也凭借着很高的曝光率 接到了不少的工作 据悉他出席一场活动的报价 就高达30万新台币 如果全部达成协议 他将会一次性就举近300万的新台币的收入 比之前的收入要多得多 即使照顾两个孩子 应该也不会有负担太多 事业上有了新的起色之后 他也公开表示 这也是一个适合的交往对象 懂得听的话的好亲人 所以并不担心未来的爱情 也期待着自己的新恋情 前不久 江洪杰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四岁女儿的近照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照片中 他的女儿穿着红色的运动服 小脸圆乎乎的超级可爱 梳着和妈妈复原爱一样的同款刘海 看上去是特别的软门乖巧 身高似乎继承了爸爸的好基因 已经差不多到老师的腰部 此次父女两师夫是参加了幼儿园的比赛 小朋友特别的暖心 在后面贴心的帮爸爸整理衣服 一看就是被教育的许芬的懂事 比赛结束之后 两人还一起留下来合影 他把女儿整个人都抱在怀里 依偎在一起 显得特别的亲密 小女孩的无关神似妈妈复原爱 十分的拐巧清秀 就像瓷娃娃一样 单亲爸爸带娃 肯定有着很多的不容易 但是姜昂杰都克服了过来 前不久他与黄子娇与王思佳一同出席颁奖典礼 并担任颁奖人 他在活动中透露 因为孩子有异味性皮肤炎 平时都会注意宝宝用品 对各品牌非常的了解 塞起孩子们的事情 他是如数家珍 与肤炎爱离婚之后 他不觉得亲自照顾孩子是附带母职 也分享了儿女这段时间的贴心举动 他表示 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有时候会突然没有任何原因 跑过来亲亲自己 并对自己说 爸爸我好爱你 每一次他都觉得行李乐开了花 他表示 现在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并不觉得累 开心幸福的感觉已经大于疲劳 小孩子也过了令大人最累的时候了 而且两个孩子长大都可以自理 半夜也不需要起来照看 比起婴儿时期轻松多了 当被记者问到 是否会差别对待儿女的时候 他透露 自己对儿子和女儿的爱都是一样的 但是男生会调皮一点 所以会在不知不觉中 对男生更加的严厉一些 而女儿就是自己的贴心小棉袄 所以当女儿哭的时候 自己便会很心疼的去哄哄他 但是儿子哭 他自己只会让他擦干眼泪 做个男子汉 至今为止 两人已经官宣离婚半年多 双方早已搬离了当初的爱潮 过去在高雄 共同买下3900万新台币的百平豪债的如何分产 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有消息指出 江洪杰已经火速卖掉这间爱潮 并搬回新竹老家居住 对此江洪杰所属的华言国际 并未透露高雄浩债是否出售的情况 只表示江洪杰在离婚前就已经居住在新竹 而傅然爱在传出婚变之后 便直接果断搬离了豪债 如今两人发展的都相当的不错 傅然爱在日本体坛的地位有目共睹 平时也有一些节目的通告 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 而江洪杰也很快走出了离婚的阴影 不管是上中意还是直播 谈及这段婚姻的时候都是风清云淡的感觉 从昔日的体坛的惊同玉女 到如今的老夜纷飞 两人的婚姻让人唏嘘不已 不过既然已经离婚 便各自放下一切朝着新的生活加油努力 希望他们都能获得幸福 早日开始新的生活 也祝愿孩子们健康成长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内地均衡